古灰州 地少人多 人们外出床荡 在路上携带的食物 只有经过风干和腌制等工艺 才便于保存和携带 为了防止食物腐败 这里的人们在腌制和发酵之中 另辟蹊径 找到食物腐败 找到了制成独特美味的秘法 在今天 这番咸臭鲜香的复杂滋味 是老涛心中灰菜的精髓 他叫叶东华 今年五十六岁 被人们称为叶师傅 他是一份独门秘籍的第九代传人 这份秘籍牵动着每一个修宁人的味蕾 与心神 它就是兰花火腿 将容易腐败变质的新鲜肉类做成辣味 是南方人与湿热气候争夺美食的策略之一 当地人认为腊肉就是今天兰花火腿的源头 选料是成就一枚上好兰花火腿的关键 兰花火腿的原料是晚南花猪又称兰田花猪 其主要特点是瘦肉多 肉味鲜嫩 皮薄骨细 皮脚短小 提心饱满 这是制作火腿最好的原料 取整只猪腿清理干净 接下来粗盐即将上场 盐力在反复揉搓之下与肉相融 异常味道的堆叠与蜕变开始了 这样的揉搓要进行七个回合 盐逐渐深入肉中 将水分缓慢彻底的吸出 晾晒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中 受到盐的激发 蛋白质和脂肪将全面分解 释放出大量游离氨基酸和挥发性香味物质 肉质蛋白在黄霉菌的作用下 转化为氨基酸 发酵的越充分 所含的氨基酸越丰富 火腿的鲜香味也越醇厚 一个月后 仅凭指尖的触感 叶东华就能判断 火腿的肉质如何 刀锋落下 散发出的不仅是牵动人心的美味 更是手艺与时间的杰作 对于修宁人而言 家的味道还离不开另一种独特的味道 烟仙桂 它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臭桂鱼 这道风味的秘诀也在腌制和发酵之中 吴永学自小生活在河边 最是了解这道美味的源头 选鱼的话还是选这种一斤左右的 用盐撒在鱼身上 用手呢给它这个轻轻地揉搓 就跟按摩一样 让它的这个盐呢能够渗透到鱼的这个肉汁里面 这样入味的话更均匀一些 腌制时间的长短 随季节的不同而变化 用盐水浆鱼浸沫上压十块 冬季大约需要腌制一个月 夏天只用一周即可 桂鱼的蒜瓣肉在霉菌与时间的催化下 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重组成独特的味道 腌制成功的判断标准是 鱼腮变红 鱼鳞未脱 掌握了腌制的火后 就掌握了摇变的秘法 去鳞剖腹洗净 在鱼身两面斜切花刀 将鱼放到通风处晾干 这是烹饪之前最后的步骤 炒锅 旺火入油 烧至七成 投入笋片肉片煸炒 随后加酱油 料酒 冰糖 姜末和适量鸡汤 用旺火烧开后 将鱼放入锅内 改用纹火焖烧 一小时后收汤即可 一道正宗的烟鲜桂 是很多人心中骨灰粥的味道 对于修宁人而言 鲜美桂鱼变化出的独特口感 更是家乡的味道